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評判 五岸 英國有個科幻作家說那句話 Any sufficiently advanced technology is indiscible from magic 所有有足夠高科技的東西 其實跟一個魔術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科技可以用在正確的地方 是可以幫助人類帶來很多福利 我們是Smart Tab 我們是一個醫療科技的團隊 我們希望運用我們對科技的知識 是應用在醫療方面 是幫助不同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我首先介紹一下我的團隊 我有一個團隊的同事 陳浩志 阿Kido 另一位朋友就是羅遠堅 Peter 和我自己Antonio 司徒浩然 我們發現我們Smart Tab 這個團隊就覺得在香港 這個社會 特別在醫療體系有很多問題 如果我想看看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看看 究竟 究竟在我們香港的醫療體系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看兩件事 看人的情緒 究竟在護士 如果我們用兩個詞語去形容 這些護士 我們可以用什麼來形容呢 第一件事就是 那些護士 原來就是他們很生氣 為什麼不生氣呢 就是他們覺得工作壓力很大 他們找不到地方宣洩 他們找不到地方去減低自己壓力 第二個情緒就是 他們是灰爆 他們覺得很勁灰 為什麼勁灰呢 就是他們覺得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 為什麼解決不了 就是他等了很久 就找人去解決 但是他到現在 都未找到解決的方法 所以就說 我們去刺身住地走去病房 看看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發現了 我們就發現 看到那個病房 其實有很多很不正常的程序 例如就是說 那些護士是需要經常去測試 那些不同的儀器 是有很多 經常測試那些儀器 是出現了很多問題的 經常去逛 去不同的地方去逛 那些逛的過程 是需要逛7.72公里那麽多的 第二樣 他們是需要 就是 去為那些儀器 做一些follow up的工作 那些follow up工作 是佔了16%那麽多的 就這樣來說 我們想想 就是去帶出一個solution 去這個問題 我們的solution是怎樣呢 我們的solution其實很簡單 我們製作了一個 cow的management system 這個cow的management system 可以幫我們自動地 detect到 我們那些儀器的數值 而將這個儀器的數值 是放進去我們 我們雲端的系統 我們雲端的系統 可以即時地 monitor著那些數值 而不需要那些姑娘 走來走去 亦都不需要那些姑娘 是再那麽辛苦地 podgraph了 我們的系統可以自動 podgraph 這個是我們系統裏 最值得應用的地方 那我們有個demonstration 給大家看看 就是我們整個系統 究竟是怎樣運作的 好 那 就讓我介紹一下 我們在這個 事典裏面所做的一個 我們這個是 威爾斯七雲 這個裏面拍的一段 我們因為是 之前在威爾斯裏面 都做過一個 這樣的sammo 我特別想說的就是 傳統的劣勢 他們的工作 就是去不同的病床 裡面 在二層的病床 他們也有十二張病床 效率 這樣他們都要抄襲 他們的系統 譬如是血壓計 和掉鹽水的過程 但是當用了我們的系統之後 因為電腦 就聯繫了雲端科技 還有當他有事的時候 就會有些訊號響起 那護士就可以拿著 他手上 我們支援Android的一部平板電腦 又看著數據 看看會不會有些 什麼急時發生 還有同一時間 他們都會去到那個病房 從而看看 究竟那個情況 是發生了什麼事的 除了平台 和這個儀器之外 這部儀器 因為裝了我們藍牙的那部機 所以就在平板電腦 都會看到剛才的介面 原來發現 就已經完 原來那個鹽水已經完了 所以他就可以 護士就可以 根據這個系統 做回這個分析 好 再來一個鏡頭 我講講我們整個項目的原理 因為可能看完大家的影片 都不知道這個項目 究竟是怎樣做的 開始我們會設定了一個接收器 在病房裡面 病房的接收器 就會向那個感應器 傳了信號給接收器之後 就會把那個訊號扔上網絡 扔上網絡之後 我們的帳號的服務 就可以把這些訊號 傳到不同的地方 例如是醫生的 tablet 或者是護士的頭頭的電腦 都可以即時看到那些數字 我們看那個訊號的運作就是這樣 好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病房裡面應用 但其實有另一個應用的 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系統可以在病房裡應用 但如果在家裡應用又怎樣呢 其實就是說病人 他們在家裡的時候 他們仍然都需要監察著這種情況 那什麼人是需要這樣做呢 就是一些老人家 特別是患入患性病的老人家 他們很需要去監察著自己的血糖 血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是有這個需要的 但是經過他們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們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是很不方便的 為什麼不方便呢 就是他們做了很大量的抄寫工作 老人家做抄寫 很容易抄寫出錯 還有就是這個過程很長 特別是一些慢性病 因為是去監察著自己的內容 另一個方面來說 就是這個系統可以防止一些病的發生 例如血有病 血有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血裡面某一個血小板是沒有了 不見了 那血都凝固不到 那這個程序 這個系統很多時候會發生在慢性病的人裡面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血有病的detect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我們長期檢查血壓的數字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血壓病什麼時候發生 而不是一般情況下 就是一般情況下 那些人就是會在他們有這個病的時候 我們看不到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去到很後期的時候 他才知道有這個東西 他們沒有檢查自己的數字 那我想說一下我們整個business model是怎樣的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應用 我們是在病房內有應用 我們是在家裡也有應用的 我們最主要就是會銷到我們整個product 就是一個靠的monitoring system 是monitor著病人的不同的數字 不同的身體狀況 我們的收費模式最主要就是用安裝費 以及用月費來收費 我們的channel是怎樣的 我們就想跟醫療公司合作 其實我們跟有一間醫療公司已經談了合作 我們已經拿了它最新型號的血壓計 它給我們做development 我稍後就會做一個demonstration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們這個血壓計 怎麼可以形容在教育裡面 我們會用我們的resources 就是我們的IT skills 我們很熟悉我們的不同的技術 我們不同的technology 還有我們有不同的大學裏面 有不同的professor跟我們做backup 我們有很多問題不明白可以問他 我想做一個demonstration 可以解釋一下我們整個產品是怎樣的 好 現場我們就會由我們的來源建同學來示範 量血壓那位病患者 這樣就讓我們做 這樣在電動的時候 我們做開了我們的食物投影機 可以看看我們的運作 這個是最新型號的血壓計 我們是在軟大醫療患公司裏頭 我們現在開始為這個病人做一個量血壓 你可以解釋他是一個老人家 老人家是不懂任何的IT租作的 這個是一個顯示屏面 顯示屏面顯示我們在我們的云端伺服器上面的界面 它會顯示出一些基本的數字 例如他最近這次病人量的血壓是怎樣 還有就是一些上壓下的分布 這樣就可以看到血壓現在是在量的數字一邊降下去了 那完成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們想做到就是 當這個血壓完成量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自動把這個信號傳送到我們的云端伺服器 我們云端伺服器收到數字之後就會顯示出來 好 看到這個云端數字已經改變了 好緊張 是的 即時已經改變了 那麼我們整個概念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我們是想 我們是想那個老人家 是完全不需要接觸任何IT的數字 即時手提電話都收到一個SMS 來告訴你聽那個記錄已經做完了 是的 我們這個是完全不需要任何IT操作的 我們這個完全不需要任何IT操作的 我們特別想強調它是會令到幾個單位 是會特別有個幫助在這裡的 首先在Learns方面 它們減少了他們的活動和活動 即是讓他們可以減少一些 還有我們可以增加一個醫院的Efficiency 還有我們最終的目的都是想減低 醫院的醫療事故的發生 那麼這個數字呢就可以 都是… 例如一個護士 一個護士他每個小時的平均人工 還有一張病床 安裝病床的費用 那個系統的費用 那麼這個詳細的數字 就會之後有同事會說 那麼我們最希望的 就可以教育到市民 特別是老人家 他們可以自我管理 那個健康管理的能力 就會提高 因為他們不用再點部電腦 所有東西都由藍牙做完 還有是雲端科技 這樣送了一些信息 的資料上去的 那麼我們最終的目的 就希望所有儀器和所有人 都可以 解決到和支援到 我們的藍牙機 從而呢 那護士就可以減少很多 抄寫和行的工作了 還有在醫療居住裡面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Marketing plan裡面 我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其實已經參加過 都幾個比賽 還有一些展覽的 那麼我們得到很多 professional network 特別是… 在我們的十片文章 最後的版 都會有一張海報 這張海報的左下角 都會講到沈祖堯對我們的 系統的一些評價 此外 我們都之前都因為 贏了比賽 都有報紙訪問過我們 那麼我們講一下 我們的market analysis 我們特別是針對血壓 那個市場 但是我們不代表我們將來 會有其他potential 譬如血糖 就是血糖肌 以及其他疾病 我們都希望 都可以支援到 我們的藍牙和Carway技術 那麼這個市場裡面說 就是由 一零年的數據 就是醫院 醫院大約有三萬幾張病床 還有六十萬的血壓 有高血壓血管問題的疾病的人 這個都會有一個增長 而我們希望 我們的4 piece Marketing的4 piece裡面 我們的Product 就主要是兩個市場 譬如是 household 和醫院的市場 household 那個市場 我們希望就是 所有病人 和特別是老人家 他們就不用 觸摸相機 只要開著相機 就可以量度血壓計 以及他們的檢查數據 特別是Price 我想強調的 就是我們有兩個Price 選擇的選擇 就是當他們 如果我們 我們想一部機 去一個脫月費的方式 如果他們可以 一次過給一年的藥 簽了一年的藥 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他們20% 折扣 Pace for me 由於醫療系統 醫療器材 這個市場 是一個比較靠的市場 是挺難進行的 我們就要靠 一些Portomist 和醫療系統公司 醫療系統公司 我們就會和 遠大醫療系統公司 合作 我們之後會提 然後我們就是 透過一些展示 和不同的比賽 去接觸到更多 不同醫院的領導層 從而可以宣傳到 我們的產品 特別我想強調的 就是App Store 我們一個App 他們除了儀器 如果支援不到藍藝的時候 也不要緊 他們只要下載了一個App 用他們的電話 去輸入他們的資料 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用到 我們的雲端科技 我們特別強調 VChile 我們要一個月時間 給他們試 他們剛好才可以簽約 都沒有問題 到來源建 講一下Fileance 然後我們講一下 Fileance的部分 剛才說過 其實我們會有兩方面的服務 一方面就是醫院 一方面就是家居的用戶 醫院方面 我們每一次安裝都會收取 五千元的安裝費 而家居用戶方面 就不會收取任何額外的安裝費用 剛才也有提過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服務的月費 就是 醫院方面就是每一部 即每一張病人床 都會收回一百元的服務月費 而同樣 家居用戶方面也都一樣 也都會就著每一部 monitor 收回一百元的服務月費 另外一點就是 我要提一提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叫做Society Improvement Program 這個program 其實就是 當我們營運了一段時間之後 資金比較充裕 我們就會將我們的 資金的部分 放入這個program 發展一隊醫療外展隊 提供一些 幫助醫療家 提供一些上門探訪的服務 諸如此類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 一些資金的指導 你們雖然看到 頭一年的net income 是一個負數 但不要緊 隨著我們客戶數目 必須增加 我們就會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 cash flow的狀況 這就是第一年的operation 的狀況 大家雖然看到 某些月份 我們用了很大筆 cash 去做那個production 但是 因為我們是收取月費 是非常穩定的 再加上我們本身的資本 其實我們是有信心 可以申請到 我們的服務 然後再說一下 我們一些主要的 關鍵就是 我們頭三個月 就會focus 在我們的 preparation 工作 然後就會 希望在半年之後 就正式launch household的service 然後一年之後 就正式launch 醫院方面的服務 好 好 我想很快地 深謀 我們整個學問是怎樣的 我們正在跟遠大 已經在談合作 他已經借了一部 最新營用的血壓機給我們 我們跟八本醫療集團 有限公司 都談過 如果我們可以的話 他願意給我們做一個測試 在他的服務 我們也跟cohk faculty of medicine 有一個聯繫 他也認同 可以讓我們在 我們的產品 在他做一些研究 我想深迷回我們整個系統 我們的團隊叫smart tab 我們研究了一個 cloud monitoring system 這個系統可以幫護士 減輕他們的work load 還有可以提升到 一些老人家去治理自己的能力 還有幫助到他們管理自己的慢性 我們會用一個product mix approach 去 distribute 我們會用一個滲透性的價格 去提高我們的佔有率 還有我們會跟遠大有個potential的合作 謝謝你的表演 謝謝你的表演 Q&A session 可能現在開始了 我問剛才有個potential的用戶 因為我看過 好像你已經達到那次 我在外面不知道是不是很錯 是 是不是突然達到很多戶 因為其實 我們的目標就是 三年之內 會拿到7000個的家居用戶 還有三千五百個病床的服務 那麼 因為其實我們更新的那個 是 還有因為那時候我們做report的時候 我們發現不到household的market 那時候 因為我們加了household這個market的時候 那個數據其實都多了幾多 而且你剛剛提到那個 忽然間提到的狀況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收取一個月費 而我們 我們就預計其實會是exponential的 這樣上升的那個人數 所以你會見到 就好像第二第三年 就會忽然間提高了很多 那其實 因為其實那個月費 那你 假設我們有幾千個用戶 然後每一部機 又收回一百元 然後再剩下十二個月 其實那個數字是非常之多的 是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類似的技術 十幾年前都經常有的 它最關鍵就是你的 那些medical equipment 你怎樣能夠搜射在裡面 連接 data 因為你連接了之後 你上去雲端那些 其實很簡單的都可以做到 是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拍一兩間 medical equipment的公司 你只是做到它的客人 你能夠大規模做 即是說你會跟很多medical equipment 包括剛才你說的 可能是有些是量血壓 其他一些 其實每個都要談 其實很長時間 第二 如果你拿不到 exclusive的 訊息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軟體 雲端那套 其實就很容易做到 所以你要想一下 就是一樣 我想說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的window opportunity 就很小 但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如果你的wild product 人家會走進來 但是同一時間 你未必能夠 建立到 critical mass of equipment 的supplier 那個lework去做 你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想回答 你說這個技術 是存在十幾年 其實這個技術 我們最特別的地方 就在於我們那個 那個protocol 就是它傳播之間的 那個媒介 是基於一個 特定開放的標準 如果基於這個標準的話 是可以通融於 所有不同的醫療語氣 那這個是一個 技術的突破 第二個問題 就有關於 防止競爭者的問題 那我的同志 他就專門研究 如何去 確保我們在 成立了這個項目之後 是怎樣去防止 做這個競爭 其實我也想補充 其實我們也有 做一個patent的application 特別是 因為我們老老實實說 就是整個system 裏面的patent 其實是未必申請到的 因為在物流界裏面 其實都有做到 這些類似的系統 就是有一些 自動釋路的一個transfer 但是在我們的apps裏面 特別是software裏面 我們是可以申請到patent 因為它裏面那個 在那個labrack的channel 譬如那個藍牙的patent 裏面 他司徒學員 剛才所說的一個技術 就是這個patent的溝通上面 其實我們都在 提供一個patent 此外 我們都希望 我們的hardware 那個藍牙機 都在申請一個patent 那我們 希望由我們的 faculty advisor 黃錦輝教授 他之前做過 Wise Lewis 對patent 都會很熟悉的 我們都會進一步 向他了解 會不會有其他protection 譬如 我們現在暫時知道的 我們可以有的文件 譬如有些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以及一些 關於contract上 暫時這樣 保抵著自己 其實那個patent 已經申請著 是的 我再追蹤一下 十幾年前 當然不是用cloud 那時候是用broadband 即是用land 對 其實你見到這些 互動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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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由以前 RG32、broadband 然後剛才你說的 可能藍牙Infract 其實變得很快 是 你剛才新的patent 可能兩、三年之後 已經有新的技術技術 取代了 所以要想一下 你的優勢 不僅只有互動技術技術技術 在其他方面 會不會都能夠 看得多數個market 好 謝謝你的意見 好 剛才紀先生也說過 就算你們真的做這件事 那個market window 那個window of opportunity 是很短的 你們詳細地說一下 整個marketing strategy 怎樣即刻去進入這個市場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整個market 是怎樣呢 就是老人家 和慢性病的病人 這是我們第一個market 第二個market 就是醫院方面 醫院方面 就是有公立醫院 不是私立醫院的 那醫院那方面 我們預期就是會慢一點 因為我們所說 剛剛我們那些醫院裡面 的regulation都挺大的 那我們要做過很多不同的測試 做過很多不同的testing 它才肯相信 你說讓你在醫院裡面用這個技術 但是在household那方面 那其實就沒有這麼大的regulation 那只要你的技術是work的 成功的 那你就可以有 如果有第一班人肯試你的技術 那我們都說了 我們有一個是一個月免費試用 試用了之後是work的 那我們可以再拿那班的result 去說服其他人去測試我們的系統 那household那方面的基數也挺大的 因為我們是在做一些老人家 和有做慢性病 那我如果沒有記錯過數字 是整個香港有大過60萬人 是在這個sector裡面的 那那個已經是一個06年的數字 怎麼接觸這60萬人 那其實那60萬人 我們主要的途徑 就會是透過我們跟醫療公司的合作 和法本集團的合作 此外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都是透過一些exhibitions 特別是其實醫療器材 都會很需要有些醫療雜資 以及有一個醫療的一個exhibitions 去讓不同的parties知道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來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比賽 譬如是一些記者的訪問 是得到exposure我們更加多的 那我們都很珍惜我們不同比賽的機會 和exposure 希望得到更加多的exposure 一個機會 我不知道能否解釋到你的問題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我們其實都想和一些 医療有些合作 那就是說在老人家去看病的時候 那我就想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產品是活動的話 我也想和医療合作 就是問 如果可以就是說 醫生去推介病人 去用這個軟件 或者是用這個血壓機 用一個租容的形式去做 我自己去一個醫務所 找個嘉寧醫生談過 那嘉寧醫生呢 他都跟我說 就是說這個數據 其實對病人到他斷症是有幫助的 因為如果你們不知道 可能你們不知道 就是說有些病人 他在診所量血壓的時候 血壓特別高 那就是說他一定需要 就是在家裡的時候 量血壓 那個拿回來的那個數值 才會比較準 那醫生跟我說 就是說 如果這件事可以幫輕到的話 其實就是他對病人去斷症 其實是很有幫助 特別是我們去幫病人 去找血壓藥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病人 他需要不同的血壓藥 他說有六種那麼多 那麼每個人身體有不同的體質 六種血壓藥有不同的副作用 那麼這個配藥的過程其實很長的 我自己跟那些病人談過 那麼他們跟我說 有些是長久半年那麼久的 那麼半年的時候 你不停去覆診 不停去抄寫你的記錄 那麼其實對於那個病人來說 都是挺麻煩的 那麼如果有一個系統 去幫他手 把東西全部放在網上 那麼我醫生按個按鈕 就看到其實就是變成一個方便 我就想帶出這個方便 而且我們的價格是很低廉 我們的價格是一百元一個月 那麼我相信是可以應付的 還有一點補充 想補充ADA的問題 不好意思 就是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中國都會有一個市場 那麼我們三月份的時候 就會跟深圳保安的沙井人民醫院 我們都會有一個合作 那麼雖然這個可能未必答到 說怎樣接觸老人這件事 那麼我們但也希望 我們有不同的機會 我們都會爭取去 去採取我們的補充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當你的技術方面是可以的 那這個溫度的機會 雖然是短一點 但是也都是 就是我們不考慮這一方面先了 但是我想問一下 每個月給一百元 那甚至現在呢 你們那個計算 有六十萬的病人 可能是需要這些儀器的 但是那個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呢 譬如說你裝平安鐘 那你們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市場的調查呢 那你一個一個月一百元 其實對一些老人家來說呢 其實都是未必是 採取到的一個數字來的 那還有呢 其實你們的初期那個 寫的那個計算 你們把那個社交問題 其實很大的比例呢 是放了到那個護士那方面 但是我今天聽你們的 這個表演似乎因為 因為說醫院那方面 那些東西又會 運動得比較慢 就是很多 那個bocracy involved 那好像你們那個整個 business model 現在由hospital 就 shift 了去 一些的普通的 就是consumer那裡 那其實你可不可以 clarify一下你們 究竟整個 business model 是想怎樣的呢 那我首先答了 business model 那一部分 那我們其實就是 有一個integration plan 那可能剛剛的時間 就不是很快 趕不出來 那我們首先就是 想做了home base那個呢 就是拿了一些reputation 然後先拿了一些 testing data 那因為 那醫院那方面的reputation 比較高 那如果我們做這方面 做得不夠好呢 那其實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不相信我們的 product 或者是他 是不會覺得我們的 product 是… 他不敢用我們的 product 因為他可能怕有問題 所以我們想著就是 我們先做了home base那個 那我們在做了home base的半年 幫了home base之後 之後再半年 我想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足夠多的 data 我們就可以去說服一些私營醫院 那我們先做私營醫院 那做私營醫院 那做私營醫院去試我們的 product 不是用我們的 product 是試我們的 product 那我們是慢慢 循序漸進去做這件事 一百塊的問題 是…一百塊的問題 那我們也是會想過就是 一百塊可能對老人家是比較貴的 那我們也想就是 因為如果我們target是基層的話 那我們之前和一些justice都談過 我們可以去申請一些funding 是專門用來去幫助一些老人家 去安裝這些系統的 那還有就是我們如果我們的reputation 我們有夠高 我們其他reputation的人 那裡拿到的錢的時候 我們也有相應的基金 是免費去幫助老人家去安裝的 那有什麼分定? 什麼分定? 譬如是iCare 還有有一個分定 就有一些關… 我有去宣傳 還有還有一個分定 就是關於一些技術的分定裡面 還有是做social enterprise 的不同 就是特別是做到social enterprise 都有一個分定 譬如是申請… 舉個例子的關於基金 還有我特別想補充 就是其實100元 100元是不是很貴呢? 其實平安鐘也是100元 其實我們的系統 剛剛留了一個功能 我們都想做到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也展示到 我們有一個sms的功能 我們希望我們將來會做 有一個類似平安鐘的功能 就是… 部機裡面會有一個按鈕 只要當它是… 需要幫助的時候 按一按鈕 就會有一個sms 傳給它… 可能最關注它的親戚 都有一個這樣的功能 希望兩樣東西都是100元左右 都希望有一個… 有一個優勢的優勢 是 我看這些數字 我其實不太確定 這個… 是… 元還是千元 這個數字 是… 是元還是千元 是元 是元 348元 即是… 第一年收入34800元 即是… 348乘100 即348人 你做到一個生意 那… 我不知道是多少人 我當你… 現在大了很多 現在大了很多 好了 大很多就是這個問題 我想問 其實就是… 你的貿易課程 你如何去接觸到這一群人 你有… 剛才你說的參展 這些… 那些老人家不去看的東西 即… 那些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可能去看 或者醫院的老闆 可能… 那些 technical staff 可能去看 但是你那些真是 home user 你接觸不到 我剛剛說 就是我們想跟天靈合作 那他們看病的時候 那可能醫生就會… 就是… 推薦… 派發那些… 是的… 租用的形式 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這個問題 第二課 剛才你說的那些基金 你全部都申請不到 OK 關於基金是不能申請的 是… 社企我坐了五年的職業 不是批給這些 你剛才說的另外一個… 其實… 都不會批這些錢 OK 給你的資訊 謝謝 謝謝你的資訊 好 我想回頭 關於護士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香港的所有醫院都用完這些熱器 香港可以多回 騰空做了多少個護士出來 其實… 其實… 數據大約是… 每個護士 他每天都會用10-15%的時間去… 去做那些… 教釣鹽水 還有那些行業的工作 那麼… 我們… 希望我們… 幫助這10-15%的護士 這些時間 去做到其他工作 還有… 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 我們的系統不是想取代護士 而是… 協助他們的 協助他們去做他們的工作 是的 是的 我們也很想法 是的 那就是… 社交問題 社交問題是在哪裡呢 我開個圖書 早上其實也不是在哪裏 我們在一支工作 我可以提到電話 然後打電話 就在一支工作 對電話 然後我可以提到 我們也會提到 那我可以提到 那我可以提到 這一個活動的問題 其實這個社交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裏 我們會提到 OK 那或許讓我回答 其實我們的社交問題 我們是很希望 最終的目標是做到for citizens 是他們可以提升他們自我管理他們自己的健康能力 如果譬如老人家裡面他們不懂一些技巧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雲端的技術就可以直接開著藍牙 只要老人家只需要就這樣量度 就這樣去那部機器量度血壓 又或者做回血糖的手續 就已經那些資料就會自動傳上去 我們希望這部機器可以讓所有人都會用到 就不用說譬如插 因為現在其實市面上有些是要插USB 或者都要開著一部機器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都免除了這個過程 主動性就是那部機器的 假設它是不懂這些IP操作 是 完全不懂的 希望完全不懂的人都可以用到 還有我們的社交影響最大的東西就是 除了希望Uliversily使用所有人和所有機械以外 我們希望我們的利益回到20%至30% 是做一個剛才所說的社交改善計劃 這件事就是免費幫老人家買到這些血壓計 免費幫他們安裝 我們希望我們的機器可以回饋給社會 讓更加多的人 特別是獨居老人都可以用到 我相信我們的社交改善計劃的其中一部分就在這裏 你捐回一些錢進入一個資金 是一個公司的CSR 還是你是整個模特兒是一個社會企業 在你們的理解裡面社會企業 跟公司的CSR不同在哪裡 OK 其實我們的理解 其實我們最想做到的就是 希望社會裡面的民主 都會加入在這個醫療系統裡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系統 老人家他們可以自動用完之後 自動用完之後 當他們 譬如他們可能有時候 他們不明白那些血壓是怎樣的 當我們的系統 我們SMS送給第二個Party的時候 譬如他們的家人 或者他們家人都收到一些數據的時候 他們一起去看證的時候 都可能展示這些資料給醫生 可以加快了整個醫療的流程 我們希望這個系統 可以做到這個社會的利益 可以解決到繁忙的醫療系統的工作量 希望加快了整個程序 司徒應該也有你補充 是的 我也想說回 我們這個最大的社會影響 其實就是那個遠端監控 就是有些老人家 他可能是自己一個在家裡住的 或者是他可能住得很偏遠的 我們這個系統就多了一個渠道 就是讓他有些人用這個方式 去起碼得知到他自己的健康數據 那這件事其實是一種care 希望提高到這種形式 在這個社會上多些人認知到 也都是提高了多些人 是對這件事的關懷 那如果這一個是你們其中一個 ultimate goal的話 是不是你們應該針對這一班的 比較underprivileged少許的群組 提供一些額外的 或者是免費的服務呢 你們有沒有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暫時也有提到 我們會有一些醫療外展隊 譬如說幫一些獨居女人 做一些上網探訪的服務 其實我們會在收入裡面 去配一些 portion 去做一些義務性的工作 幫這些underprivileged的人 我們的形式是 其實會跟現在正在行的外資服務隊 我們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方面 我們來看看會不會有問題